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搅至看不到干面粉即可 碗中倒入三个鸡蛋 切点葱花 用筷子搅担待用 点点锅预热 倒入面糊 放入小青菜 倒入鸡蛋液 盖上盖子 烙两分钟打开 烧下食用油 翻一面 再烙两分钟 再次刷上食用油 翻面 再烙一分钟 结合出锅 用刀切成三角形 方便食用 美味的精彩鸡蛋早餐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营养美味 舒染可口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造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天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